屏幕没有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特贵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 今天一段时加地上也是 控制二人糖味的血糖节目 其实回家爆炭那一天呢 我就知道它的血糖已经失控了 然后我经过这三天的一个血糖控制 有时候我们之前它的一个血糖能能控制到六一类 然后我们就看看爆炭之后 它的一个血糖血酮表现如何 如果你还没有看前面时期 也记得观看一下 念在屏幕下方 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中午的这个午餐呢 有这个青花鱼 有牛杂 以及这个青菜 兔兔士 给孩子吃的 还有这个牛兰汤 这就是咱们的控糖断食餐 今天是3月12号 早上8点42 然后我们依旧来测试一下 今天的血糖血酮啊 可以看到它的血压呢 现在是125 低压93啊 低压有点偏高 然后它之前的一个血压最高能达到241 那时候血压吧 我下了跳回家爆炭啊 回家爆炭那是过年的时候 回家爆了几天碳 结果血压就不受控制 然后它之前的一个血压最高能达到240 多么可怕 好我们先来看血糖啊 收不动啊 您的血糖值为9.5 毫无而美深 9.5啊 这几天它的血糖控制的意思都不是特别的 好我们来测一下它的血孔 好等一下啊 已经出来了 0.1 如果它的血酮在1.8的时候啊 它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OK好了 大家来看一下啊 它的一个数据啊 血糖9.5 血酮0.1 这个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建议断食的方法呢 是20比4啊 然后呢 是4个小时吃两个小餐 嗯 效果吧 我觉得这两天的话不是特别理想啊 因为它经常会偷吃嘛 一偷吃的话就变成吃三餐了啊 或者是打破这个建议断食就我看到很多朋友啊 还在啊一边打一岛树一边吃药一边用建议断食压低糖 这样是很容易低血糖的非常危险非常危险 所以啊 听背后的你们啊 做这个建议断食家低糖 要时时刻刻监测自己的血糖啊 监测血糖不要引发低糖 非常的可怕啊 二氧糖尿病 其实它的问题是胰岛素分泌太多了 那么一氧糖尿病 它是自体免疫病 它的胰岛细胞被破坏之后呢 被自体免疫细胞破坏之后呢 它分泌不出来胰岛素啊 或者是分泌很少很少的胰岛素 那么二氧糖尿病呢 它是有胰岛素抵抗的啊 这就意味着它有胰岛素血症 一旦它这个胰岛素分泌太多 导致它一线分泌不出来 更多的胰岛素的时候啊 它的血糖就不受控制了 就成了所谓的二氧糖尿病 那么即使二氧糖尿病 它的一个空腹的胰岛素 依旧是比较高的 依旧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建议断食啊 来降低它的一个胰岛素分泌量 同时提高它的胰岛素敏感性 第二呢 通过这个饮食 来降低这个血糖 然后胰岛素 不要老是疲惫不堪的 分泌更多的胰岛素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 我们最低把它的血糖 已经控制在大概 五点六点明以内 花了大概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如果过年时间没有去爆炭水 啊 乎吃乎喝的话 那么它的血糖应该 控制得住 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这一段时间 看一下低糖饮食来控制血糖的 呃 资讯 也欢迎关注我 啊 那么以上就本期生命的全面容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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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